喜悦是用360告诉你 在现实生活中 许多夫妻会遇到生育难题 也就是常说的不孕不育 别担心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 很多这样的情况 其实都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让那些渴望成为父母的人们 有机会自然地怀上宝宝 泰国是管不孕不育 并非绝对的生育障碍终顶 许多情况下 借助现代医学技术和生活方式的调整 不孕不育的夫妇仍有机会 恢复自然生育能力 第一步了解不孕不育的原因 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很多 泰国试管就像拼图一样多样化 男性的生育问题 可能是因为小蝌蚪制造工厂 高文出了故障 或者是输送小蝌蚪的管道堵了 造成精子数量少或者质量差 女性这边则可能是 卵巢这个卵子仓库 运转不正常 不能按时排出成熟的卵子 也可能是卵子回家的路 输卵管被堵住了 还可能是子宫有了问题 或者其他一些不容易察觉的因素在作祟 第二步 找准病因精确治疗 要想恢复生育能力 首要任务就是找到问题所在 现在的医学检查手段很先进 可以通过抽血液激素 做超声波 看内部构造 甚至用镜子探查体内细微病变等方式 像侦探破案一样找出阻碍生育的罪魁祸首 泰国市管医生会根据这些检查结果 扬身定制治疗计划 第三步 步步为营 走向自然生育 一 生活改变大法 有时候 改变一下日常生活习惯 就能带来惊喜 比如早睡早起 适当锻炼 均衡饮食 远离烟酒 这些都能让身体状态更好 特别对因为胖瘦不大 生活习惯乱七八糟或者压力山大引起的生育问题 泰国市管简单的生活调整就可能大大改善生育条件 二 吃药条理 如果是因为激素失调或者泰国市管排卵不畅等原因 医生可能会开出调节激素水平或者刺激排卵的药物 这些药物就像是给身体装上了闹钟 帮助卵巢恢复正常工作 提高怀孕几率 三 手术解困 如果有管道不通或者器官粘连等问题 那就得请出手术刀来帮忙了 通过微创手术清理疏通生命通道 可以让精子卵子顺利相孕 自然受孕的可能性也就大大提高 四 高科技助攻 在常规方法难以作效的时候 辅助生殖技术如泰国市管婴儿 人工受精等就成了重要的备血方案 虽然这些不是传统的自然方式 但有时经过几轮治疗后 有的夫妇本身的生育机能得到了改善 后来还能成功自然怀孕呢 五 心疗加健康管理 心情好 事事顺 面对不孕不育的压力 心理疏导不可或缺 专业心理咨询可以帮助夫妻俩卸下心理包袱 轻松应对治疗过程 说不定在心态放松的情况下 好运自然来 喜运适用360建议 泰国市管不孕不育 虽是一种复杂的医学难题 但凭借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夫妇得以重新点燃生育细蛙 通过个体化治疗方案 集合必要的辅助生肢技术 以及身心健康管理 不少患者最终实现了自然生育能力的恢复 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医生的专业指导和精心治疗 更离不开患者的 奇迹配合与坚韧毅力 泰国市管在治疗不孕不育的道路上 每一个小的进步 都离自然孕育的梦想更进一步